今天呢就就先从乌克兰开始 乌克兰是我们 长时间观察 特别像就邱世青 长时间关注呢 战略军事的新闻 乌克兰 乌克兰的战争 为什么重要 因为在二战结束之后 你从来没有机会 看到真正的大国较量 在中东那不算了 中东是不同层层层级的战争 以色列看起来很厉害 美国看起来很厉害 因为他面对的对手 连防空武器都没有 那更不要说呢 没有空优 连一架飞机 连武装直升机都没有 连操作无人机的条件 都很不成熟 所以中东那不算 二战之后的所有的战争 真的能够让你看到 大国较量的 就是这一场 所以俄乌战争你要看的是 俄罗斯直接下场 而面对的是北约 北约表面上面来讲 部队没有进来 其实他已经进来 好那因此呢 乌克兰呢 作为北约的前哨 作为北约的 你说他是傀儡也好 总而言之 仗表面上面在乌克兰 由乌克兰的军队打 可是背后是美国所带的 北约的全系统的投入 因为第一次我们看到的大国较量 所以乌克兰战争的对于中国来讲 或者说军民们来讲 你的你的真正的视角 不是看一场战争 而是看二战之后的第一次的大国较量 是怎么打的 以及那个逻辑思维是怎么推的 好那呃 因为写下去呢 是美国总统大选 整个的西方的体系 美国呢 跟他的这三三十几个朋友圈 的这些朋友们 现在都在关注呢 这场选举的结果 因为对他们影响太大 对泽伦斯基影响当然更大 那这这场的选举的结果之前 泽伦斯基呢 提了他的胜利方程式 他的胜利计划 可是这个胜利计划提出来之后 你会发现绝不不是曲高和和寡 而是仿佛就是呢 丢到水里一样 没有人去复合他 然后呢就冷冷清清的 为什么他的胜利计划是什么 这个我们在在讲 泽伦斯基的胜利计划之前 我们先引用就是 那时候泽伦斯基去白宫 去见拜登之后 因为因为联合国大会嘛 所以泽伦斯基到美国 然后去白宫去 他第一个推销胜利计划的人是拜登 那谈完了以后 拜 白宫就把那个胜利计划 除了计划本身 他还有附件 他把附件加密封存 所以我们并没有看到附件 我们没有看到附件 我们看到的是前面 但附件 但最近附件内容流出来 那 后来 那个记者就问 问那个美国 美国的发 美国政府的发言 就是关于这个胜利计划 的就是 有什么样 就美国的立场到底是怎么样 然后 美国政府的发言人 他的回应就是 我们当然支持乌克兰 但是我们希望乌克兰在提出计划之前 要先考虑他的 他实际的可行性 或者可操作性 没有了 他的评论就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美国很清楚 就拜登也很清楚 就目前拜登的执政团队 也非常清楚 哲林斯基提出来的胜利计划 其实他就是一个 他其实 不管这个胜利计划 讲的是什么东西 他最核心 最核心的东西有两个 第一个叫 把美国扯下水 把欧洲扯下水 就这两点 因为 就目前 哲林斯基所可以采取的 策略或战略 就目前当前 战争的形式来说 乌克兰要胜利 只剩下唯一一个解决的办法 就是 欧洲跟美国直接加入战争 不然没有 就没有 那就是核战争了 你经常 以俄罗斯现在的态度来讲 就是核子大战 我们应该讲 就策略上面来说 哲林斯基是对的 因为 乌克兰本身并没有 核威射能力 当然 俄罗斯有 那当俄罗斯的核威射能力 跟美国或者是北约的 核威射能力 一比一平手的时候 这时候乌克兰可以得到 一个比较高的谈判地位 因为 核威射是对等的 只是没想到 这个胜利计划在 内容还没公布之前 普丁就已经先 先修改了 俄罗斯动用核武的准则 为什么 因为其实 那个内容 俄罗斯的情报单位 应该就已经知道 所以他只是先用这个 他 他 不在传统武力 这个部分加码 他在 核威射这个部分加码 这是 你也必须要说 就是 俄罗斯的应对策略 这是精准的 因为最起码 在核威射的这一段 就是 你直接打到 美国或者是欧洲 这些国家 害怕的部分 好 那这个事件发生完 没有几天 那 中国大陆就直接 施射了东风 31AG 加深了这个 就是 加深了各大国之间 对于未来核战争 包括可能性的评估 以及 你必须 你在做决策的时候 你必须要承担的风险 那 回过头来 因为 核战争的现实 所以导致 泽连斯基的这个胜利计划 注定 在各国 各国在评估的时候 都会非常非常小心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美国政府的评估嘛 他希望 泽连斯基提出来的机会 简单 我们翻成白话就是 你 我希望你能脚踏实地的 特体计划 虽然我支持你 但是你不可以把我当傻瓜 这是 我们翻成白话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 后来因为 拜登的反应 并不是很 并很 如 泽连斯基的期望 所以后来泽连斯基就去找了马克宏 去法国 然后去德国推销 那 情况都不是很好 一直到 前几天就10月17号 欧洲开欧洲峰会 那泽连斯基又把同样一套在欧洲峰会 所有国家 他元首 欧洲的国家元首领导人都起聚的时候 再把他的 的胜利计划再推销一次 就是在欧洲峰会之后 那可能有些人看不下去就把那个 泽连斯基被封存的那个胜利计划的附件 流出来 那胜利计划的附件里面就是 一份清单就像 一份清单 上面就列 假使 就是美国英国德国提供给 乌克兰 远程 打击的武器的时候 那 哪些哪些德国 哪些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这些远程武器的目标 他上面全部都列出来 这是为什么会被封存 因为里面有里面包含了比如说 你除了军事目标以外里面列了一大堆是 是俄罗斯的 民间的机构包含 包含 可能国会 或者是政府机关 这种单位 那这个连美国美国可能都不敢这样子列但是 这些目标在那个附件上面 这就导致说很 其实很多人会对这个胜利计划的本质 其实就是要把美国跟 跟欧洲的这些主要国家拉下水 为什么因为当 你把水搅混了之后 你在浑水里面就可以比较容易摸鱼 那 美国他们在 评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可以像美国 国势 越来越 越衰弱但是你不能 你不能低估美国智库在评估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 他们很快就从这里面找到真正 哲林斯基想要的企图 法国也是 虽然法国很浪漫但是他们没有浪漫到 会让巴黎 承担那个被 核弹攻击的风险 那德国更不要说德国 消枝就是 谨小慎为 任何的风险他也不敢扛 所以他 他也不可能在这个 这个 时间冒险 那美国 德国 法国 现在连英国对这个胜利 以前就是胜利计划在 在这之前英国 英国是 玩的最疯狂的 但是 即 即便 是这样英国的 手舰长来看你 谢谢 哈哈哈 就是 就是 即便是像这样子的话 英国都 都不敢 冒这样的风险 就知道 哲林斯基的这个胜利计划 已经 就是越界越过那个 欧洲的风险有多大 越过美国的风险有多大 那假使 假设是如果按照这个胜利计划 去执行 我们可以预判到 唯一一个结果就是 这这些 支援武器给 乌克兰去打击 比如说 民用目标 军用目标 我觉得 军机场那些 俄罗斯弹药库 俄罗斯可能都还可以忍受 但是你如果是长城 长城的 飞弹去打 俄罗斯国会 那 我不认为普丁做得住 俄罗斯接下来的反击是什么 这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 但是就是这个胜利计划 那 我们刚刚讲到胜利计划的内容跟 可能造成的影响 那我们再回到更原本的 那是什么样的原因 导致哲联世纪必须要提 去提这样子的一份计划 你第一个一定在战场上是弱势的 你在战场上强势你根本不用 不用提胜利计划是由俄罗斯来跟你提计划 而不是你自己 到处去行销这个计划所以 当然很多 为了宣传或为了 为了各种不同的理由都OK 他们会讲说 乌克兰胜利在望 但是你光是看这样 其实你就可以评估出 目前乌克兰在 在整个 跟俄罗斯战争的战场上面 乌克兰是处于劣势的 你如果不是处于劣势 你不需要去提这样 这么激进的一个机会 可以 挽回 可以帮你挽回 战场上面的不利 这是第一个我们的观察 第2个 第2个 我们要做的观察 乌克兰在打下去的 的 资源跟 跟实力 已经有限了 所以 再提这样的胜利计划的最后 其实 泽源司机都不忘了补上一句 就是他们希望能够 这是一个把俄罗斯 带到 谈判桌上谈判的计划 所以乌克兰 是想要谈判 他想要结束这样的战争 不论 他目前嘴巴是怎么讲 就是 可能大家为了宣传 或者为了 为了让 彼此的面子 不要 照顾到大家的至尊 不要伤了欧洲这些元首的 的面子 所以 你提还是要这样子 但本质上 乌克兰是想要结束这样的战争 那 你说 俄罗斯想不想结束这样的战争 俄罗斯也想要透过 谈判结束这样的战争 普丁已经讲了很多次 但是 现在的情况是 在 欧洲跟美国还没有受不了之前 俄罗斯也知道这个谈判是没有机会 所以只能打到 当欧洲跟美国受不了的时候 那自然而然就会上到谈判桌 那目前最 最直接的条件就是 俄罗斯占的 土地越多 那你承担的要 和谈的 压力就越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2023年 1月份开始 俄罗斯的策略 在战场上策略 跟2023年之前有非常大的不一样 2023年之前俄罗斯的策略都是 尽量杀伤 乌克兰的有生战力为目标 但是到了2023年 俄罗斯的战略已经改变成 尽量的 控制 乌克兰的领土 那这个是最大的改变 那这个改变其实就 主要还是 对 欧洲或美国还有 乌克兰施加 座上谈判座的压力 这是我们看到的 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 美国跟欧洲本身的态度开始 暧昧不明 就是 现在 因为当然 嘴巴上面讲的 或者是宣称的 都是 都是 一件 就是 我们看到的都是 几乎相同 从2022年 以来讲的话 基本上 本质上面没什么不一样 但是 实际上的行为 已经不一样 欧洲 跟美国在支持 泽连斯基的力道上面开始变得 犹豫不决 那这个犹豫不决本身是有很多事情带来的 第一个是 如果你觉得 就像我们投资一样 你觉得明天这个 这家公司的股票会上涨 你一定是想办法加码投进去嘛 对不对 那你如果觉得这家公司的未来发展 没有什么可以预期的 你还愿不愿意投资 所以你 当然你有时候你因为承诺的关系 所以你还是会投资 但是你投资一定会递减 或者是投资在 在 你在做 做那个 损失 损失避险的这一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 这场战争 就这场战争 可能大家预期 有些人会预期说 可能他要打很久很久 但是我是比较乐观一点 我觉得 按照目前的形势来看 这场战争 大概在2025年 应该可以 可以 开始双方可以真正认真的 谈判去解决这个问题 但完全解决到哪个时候 我们还不知道 但最起码 我们现在在看是2025年 会有机会看到俄罗斯跟乌克兰重新 接触 然后 开始去 双方试探 有没有 停战的 换取和平的可能性 但这中间一定还会有一些 一些 呃 会有一些外力的影响 比如说美国大选的结果 或者是 欧洲 欧洲现在自己内部也在承担很大的压力 但无论如何 我觉得 大的方向应该是这个样子 也就是 欧洲还能够支撑起 乌克兰的战争多久 我不认为 美国也是一样 因为 同一个时间 我们在地球上面还有一场 中东的 中东的问题正在发生 所以 没有那么多的 心力可以给 欧洲或给 美国的 美国这么多的战争资源投入 这么分散 再加上 最近又发生的朝鲜的 朝鲜的形势又急速往上升 我觉得 大家如果有机会有时间的话 可以回顾2020年之前的世界到底是什么 那个时候的 各国的国家元首是可以互相拥抱 见了面 我们 见了面不同的国家之间可以分享 希望可以分享对未来经济建设 人类文明发展的期待 但是现在2020 已经 到了2020年 我们看到的世界是一个分裂的世界 是一个敬畏分明的 是一个西方阵营跟南方集团 虽然大家表面上不讲 但已经有一条很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界限 但大家如果不相信的话 这两天我们可以 把目标 目光 关注在喀山 我们可以看到金专国家的会议 在金专国家会议 今年金专国家会 包含 中国大陆自己讲的 就是金专国家会议 其实他就是一个 一个为 为南方 南方集团 打开的窗口 所以今年的金专国 国家的会议的主题 叫金专plus 就不再局限 只是原本金专的 这2017年 其实 其实中国大陆 就已经提出这样的概念 但是在2017年那个时候 俄罗斯还是对西方抱持着 就就还抱持着理想抱持着想象 所以其实当那时候 当 中国大陆提出金专plus 的时候那时候中国大陆 那时候的 俄罗斯对这个议题 并没有兴趣 但是今年 在俄罗斯举行的 喀山的金专国家会议里面 金专plus就变成是一个 中心的主軸 为什么 因为 经过从2020年到 目前2024年 就四年时间的转变 大家发现这个世界已经不一样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 已经不是一个 缝缝补补的问题 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这个世界 会不会永远继续这样分裂下去 人类能不能 人类的文明或发展能不能 承受像这样子把整个世界 分裂成 成西方阵营的集团 或者是一个南方世界的集团 我们应该是一个 一个整合的 整合的世界然后去 共同为人类的很多问题 解决人类很多问题 比如说 能源的问题 气候的问题 这些东西都不是一个分层集团 被多利分吗 孙子冰把他讲的 那你应该是要大家 团结起来去 解决这些问题 但 现在眼看着 这个 这个发展趋势其实并不是这样 那为什么会 会 变成 演变成这样的发展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 从2020年这样子看的时候 这并不是真的我们世界生病 我们看到的其实只是 某些少数的领导人 的 精神状态有问题 他们精神生病 但他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就 全球70亿人口 为什么人类的命运 维系在这几个人的神经病 有没有发作上面 但问题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民主政治 民主政体 所以你 你讲 君主立宪 民主政体 人类的历史 我们 文明发展的过程 玩过这么多种不同的政体 但是 这些政体有没有办法避免 一个 一个 国家领导人 把一个国家 带上 有可能 有可能毁灭的 的路 并没有办法避免 比如说我们最近看到 看到 南韩的隐形乐 他就是一个胡声声很明显的例子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最高 检察长 受国家的教育 他法学素养这么好 那 你再怎么讲检察官嘛 就是 我们一般社会里面的精英 可是当他 做到总统这个位置 说你 你怎么会有办法想象说 嗯 那他为什么会 会一直想办法的把南韩带上战争的路 比如最近 最近发生的 冲突的事情 其实你很难去讲南韩 南韩没有什么 什么有问题的地方 你把军用 无人机 飞到平朗去 嗯 而且好啦你飞去了 也就算了 你就不要被人家抓到把柄 就害被抓到 那你不是给你的竞争对手一个发动 就是 暴富的一个机会 那你要想想看 你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 请问你有考虑过 南韩的人民的 大部分人的意见 你就问那个无人机 是南韩在操作 我不先不管 是不是南韩在操作 最起码他现在是国家元首 他想尽办法 即便是别的势力美国 去处理这个 你都要去控制 为什么 因为文在寅的时候可以 为什么 席月的时候不行 因为 我们平常在 在 在讲 就是和平跟战争 他 他的 他的最容易出现的 蛛丝马鸡 是跟我们平常与会有关的 在 刚呢 就就告诉我们 四年以前 四年以前 尤其在疫情 疫情把大家都 都冰 都冰封了 所以我们忘了 四年前 在疫情前的时候 国际当中 主流的语言 或者在政治 讨论的时候 关键字 都是跟和平概念有关的 那绕着和平概念的一些 一些字眼的是 全球主义 是自由贸易 是 和解 然后是 和 是合作 这 这些字眼 是很重要的 是投 是投资 但是 当到了 所谓的战争 逻辑 我为什么在上个周末 我花了一些时间说 战争逻辑 已经启动了 而且战争逻辑的那个轮子 一旦启动了 开始往前走了之后 他不会很容易停下来 因为现在你会发现在所有国际 讨论当中 我们刚刚讲的这一套的语言 几乎都不存在了 现在你看到的国际的对话的时候呢 他主要的概念是绕着战争逻辑走的 所以他常出现的是 冲突 那是死亡 是是这种的 或者说的比较软性一点的 是底 是抵制 然后呢 或者说是一些的 一些的军备竞赛 你会发现 谈国防 谈军事的比例 越来越高的时候 他对这个世界本身呢 就是一种战争语言 他就这种战争诅咒 那两套不同的语言的系统 当他这个此消彼长的时候 你就知道世界在朝着 哪个方向走 那事情刚讲 就是说 乌克兰提他的 提他的 胜利计划 这个胜利计划是被美国出的作业啦 出给 泽伦斯基的家庭作业 那泽伦斯基把家庭作业给交出来了 基本上借着这一次的欧盟的 欧盟的会议 他到了布鲁塞尔 他到布鲁塞尔 那当然是 就让大家看看他的作业 但是 那个那个作业呢他的写的方向 比较像 像是 像是 泽伦斯基的脱困的计划 而不是 而不是 而不是乌克兰这场战争的胜利计划 胜利是没有这么简单 是乌克兰的脱困计划 泽伦斯基的脱困计划 如果这场的战争呢要用戏剧性的方式来收尾 第1个他时间条件的 越来越越成熟了 成熟的原因是因为 两个礼拜之后美国的选选举这个对乌克兰战争影响太太太大了 因为川普或者川普身边的像马斯克 这些人 都都已经讲这一上来之后呢反正 只要他一取得那领导人身份 那马上的就结束俄乌战争 那乌克兰铁定的灰头土脸 但是不用等到两个礼拜之后 这个礼拜 这个周末 日本选举 日本选举 石破茂能够用用怎么样的方式延续他的政权 这个对亚洲政治对日本的政治影响就很大了 所以美国跟日本这个时候呢对于亚洲的政治呢其实都在很虚弱的状态 因为他的内部政治呢是不确定的 11月5号的选举结结束之后 他会过渡到明年的1月20号政权正式交接 虽然这个时候大家呢普遍都认为川普胜权机会到 但是我可以偷偷跟泽伦斯的司机说 泽伦斯你现在也在看节目吗 我告诉你 哈马哈里斯 胜权的机会 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可以再等一下 但是 明年 因为 泽伦斯基才刚跟了 德国 刚刚跟了 刚跟了肖肖兹 见过面 肖子已经讲 2025年 要结要结束俄乌战争 2025年现在都已经2024年底了 2025年年年头掉 年尾没多少时间 你认为是年尾吗 没有 年尾是德国的大选 2025年是德国的选举啊 肖子他现在的红绿灯的政府 自顾不暇了 所以他如果要结束俄乌战争 让他专心的面对选举 他不会拖到年底的 所以你如果从 在俄乌战争当中的最有影响力的大国呢 是美国 在俄乌战争的最有影响力的欧洲国家是德国 这两个国家的今年明年都面对到选举的考验的时候 泽伦斯基没有多少选 选择 好那这场的这场的战争的打到打到现在 我们刚讲就关注这场的战争 是基于未来长远的国际冲突的认识 的那个大国较量因为 你看到大国真的下场比赛机会非常少 你几乎不会看到的 所以难得看到大国下场比赛 主要的国家都把武器呢投入 尤其在作战的过程当中 你看到这大国不只是你杀我我杀你而是 你看到他们的战略思维的眼 眼镜 这个是重要的你知道他们是真的怎么想 想事情的 真的到战争当中的时候呢拿人命出来玩的时候 他是怎么想 事情的 第三个呢就是 这场的战争打到现在为为止 大国都还克制 我说克制的就是你固然看到杀来杀的杀去的 可是 俄罗斯虽然的修改了他的核武的使用的 使用的规则对于对北约警告 你如果敢给他的长城的打击武器 而且打到俄罗斯 我就把你算进去 那我就是直接核武器对应 因为他的他的他的传传武器的选择已经不多了 传统武器的俄罗斯能能用的 连连他的连连他苏武器的战场当中都都出现 他没有战略选择他一定是用用战略核武 到现在为止核武器还没有上来 而你看到美国看到欧洲国家的时候 我们只看一点就是 美国跟跟北约国家到现在为止在俄乌战场的当中 还不敢使用 使用脏脏弹 脏弹脏弹的就是准核武啊脏脏弹呢 很很很可怕 平右弹呢等等这些呢 都没有 可是我告诉你 美国过去 从 从从20从那从2001年开始打阿富汗来 这上个世纪 不管他打伊拉克 不管在叙利亚 不管是在阿富汗 甚至于呢在打南联盟的时候 他都用了平右弹 他都用过脏弹 所以脏弹在美国过去使用的时候 你不要认为说 哇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 其实事情美国的会会很谨慎 鬼呢他过去 只要打仗的时候呢 他都会把他当作是一个测试他的脏弹 跟平右弹的 机会 所以当呢之前暗示就说啊他传统破弹打完了他准备要打平右弹 俄罗斯警告了之后呢他不敢用啊 他到现在为止平右弹呢是不敢用的 脏弹还没有在俄乌战场当中出现 表示美国呢跟北约 是克制而且不敢用的 好那接下去呢会不会扩大就不晓得 这两天呢 这两天我们看到的俄罗斯 乌克兰还有还有新闻 看来是小小新闻了 就是 乌克兰那个 有个很有名的无人机的操作手 死了 因为这个乌克兰已经已经发布新讯 据说啦 我们在网路上面看到的许多的乌克兰的无人机呢去猎杀呢俄罗斯的这个单单兵的这些计 许多多都是从他那边来的 他他不止自己是一个无人机的公司 的老老板 他是个操作手他也训练了很多的乌克兰的无人机 的操作手 所以那个无人机的猎杀单兵的镜头 成为这场战争当中 除了那个的 真的会让你印象深刻对对我来说 印象深刻的人的都是无人机得过攻击 不管他攻击的是呢装装装甲车或者是攻击单兵 尤其看到单兵就像你看到新华尔最后被猎杀的时候 他很无力的举起一只手把棍子丢丢向内那个无人机的时候 人单兵在面对无人机的时候那种的无力感是很很可怕的 但是呢乌克兰说呢 他们这无人机操作手死了 这是这这两天的新闻 好那他的这个胜利计划美美国表现的意见美国就说你再回去想想 就是我先不打分数 你这个你这个考卷的是有 有有问题的 那 就我问你 当泽伦斯基到了到了布鲁塞尔 蔡英文也在布鲁塞尔 他为什么不跟蔡英文见面 两两两个人格格格格空好像相爱非常久了 可是真的距离这么近他为什么不见面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其实 我们在台湾在看很多的问题 看国际问题的时候有时候会把台湾放大 就是就觉得台湾应该是被 被全世界围绕 所以 蔡英文到 布鲁塞尔去应该会有很多 很多欧洲的 其实并不是 很多欧洲的大家欧洲的领导人抢的见 参与没有因为欧洲 欧洲最近在看 因为 他为什么选这个时间去 因为刚好欧洲在开峰会 所以 活动会比较多 餐会比较多 那 可以可以 一次性集中的见到很多人 但 这里面一定不会包含 泽连世纪 泽连世纪很忙 再来是 泽连世纪 可是台湾都捐钱了 不是吗 捐钱的很多 但是 但是台湾真的 他不能卸 卸行吗 他为了 台湾去得罪中国 他得不偿 对啦 就我 我要你讲的 就是这句话 一个很大的问题 即便台湾 即便台湾捐钱 台湾捐了很多钱 帮助 乌克兰是事实 而且台湾一直在讲说 今日乌克兰明明日台湾 但是 乌克兰进不起 乌克兰希望 中国大陆 不在这场战争 是站在中立的 他稍微往 俄罗斯偏一点点 乌克兰都受不了 就我们回 我们 比如这个就 最容易举的例子 刚刚 香隆举那个 无人机操作 但 我们现在 在看这场战争 有个非常大的问题 这我们看到 西方的媒体 或看到 现在YouTube平台 或是 我们看到很多 社群媒体 跟 平台上面 你会看到很多 比如说 乌克兰的 无人机 猎杀 俄罗斯的 但是你没有看到 更多的是 俄罗斯 猎杀 乌克兰 对 那个在西方媒体 都被禁止啊 你看不到 对啊 这就会造成很多 很多判断上面的问题 比如说 你如果 你如果只是 只看西方 西方的主流媒体 或看西方的 社群媒体 你会看到 这么多的画面 铁证如山 俄罗斯兵败如山道 因为这些 画面都是 比如 乌克兰的无人机 到处在 战场上 猎杀 俄罗斯的 无人 无人 俄罗斯的步兵 装甲车 坦克 俄罗斯的设备 俄罗斯被炸的 一塌糊涂 连克里姆尼公都被炸了 那为什么 为什么 战场的 战线不是这样子 所以你会 你会斗不起来 为什么 因为 在这场战争一开始 没有多久 西方的媒体跟社群平台 就全面封锁俄罗斯所有的 content 就这位 对 那 什么叫做顶级无人机操作手 是让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很多 俄罗斯的无人机操作 操作 人 操作小组 他们发布出来的 的视频远远都超过这位 无人机操作手 但无人机操作手 现在在战场上是 特别被照顾的目标 你这样 无人机操作小组 所在的位置被发现 俄罗斯就 不是炮弹 就是 滑翔炸弹就去了 据说啦 乌克兰 把他当作英雄 说呢 他被他猎杀的俄罗斯的单兵超过五百人 不可能 我们也不能讲不可能 抱歉讲太快 我们 我们没有办法一一去盘点 所以 好吧 就认为 就是五百人 好了 那如果我们用同样的比例 去看 俄罗斯的 俄罗斯有非常多很有名的无人机操作 小组 他们每天 发 一样每天会发视频 每天会发非常多猎杀的 同样的 那 如果我们这样的计算的话 如果按照比例算 其实乌克兰 在战场上 承受无人机的损失并不会比俄罗斯低 这这个 这个就是没有办法 因为俄罗斯现在 因为现在俄乌战争双方其实都在用 无人机 无人机对双方 造成的威胁是一样的 那 乌克兰的无人机 主要的南云 就有欧洲国家来的支持 对不对 那俄罗斯 的无人机主要的来源 俄罗斯自己可以生产无人机 对 还有伊朗 对俄罗斯只要有滑枪杯 无人机这一块 他不可能会输 他自己就买零件 就可以了 俄罗斯自己可以生产无人机 他并不需要 并不需要特别 而且俄罗斯还有 Zara 他有柳叶刀 这些 他们都可以自己生产 随着时间的 随着时间不断的过去 战场上面无人机的 优势 会慢慢慢慢 往俄罗斯的方向 倾斜 对 因为 乌克兰能够 从 欧洲拿到的 的 无人机的数量是有限的 对 再加上 中国大 中国大陆 前两天已经出台了 军民两用 贸易的 就是 军民两用 可以用来 军民两用的 出口品的 贸易管制 措施 的指引 这很重要 这很重要 前两天出 那 大家在看 那 你出这样子的指引 故意不给 俄罗斯 错 因为俄罗斯 自己本身有生产无人机的能力 那 中国大陆 如果对 这种 可以军民两用的 礼物建筑 出口管制 重伤害的 会是乌克兰 所以 你考虑到这个 那你觉得 泽连斯基在 布塞 会不会去见 蔡英文 我觉得几率并不高 对他承担不起 这个风险 没错 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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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问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只告诉你说 国际政治有多么的现实 虽然台湾在乌克兰身上 做 投入了很多的感情 然后也 完全循着美方跟西方 的话语权跟宣传的系统 在努力的呢 在当乌克兰 拉拉队加入乌克兰拉拉队 可是呢 两国的领导人呢 这么接接近的时候 却没有安排见面 是不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 当然知道 第二个就说 其实蔡英文 这一次的出访 虽然从台湾的媒体 因为大部分都是 绿的 南美会做很多的呢 美化跟包装 可是我告诉你 在现场 其实蔡英文 受到在远 比我想象中的 要来的冷 总弹 跟那个规格呢 也低很多很多 这里面还包括 捷克 然后呢 你在你在欧盟 开会去的时候呢 结果欧盟的议员 欧盟的议员呢 是好好几百个 结果来了 来的就 二三十个而已 那我就高度怀疑 就台湾到底在欧盟里面 是怎么动员的 好那英国 都还拒绝他 所以呢 蔡英文这次的出访 挑的时间点 是OK的 可是呢 其实到了到了欧洲的之后 所受到的待遇 是非常冷的 显然欧洲的当下的关注重点 根本的对台湾 不是像台湾 自己包装的这么有有兴趣 蔡英文如果真的去欧洲 我认为只有一个地方 他他该去的 你到立陶宛去啊 立的立的立陶宛是你蔡英文 任内的时候呢 曾经的敲楼打鼓的说 立陶宛的用台湾的名义 的台湾你是representative 是在你任内大力宣传的 结果呢立陶宛现在跟你 立陶宛现在呢 打退堂鼓了 那你应该去质问他 湘荣你太低估 这些 欧洲政治动物的敏感性 你认为我低估吗 不是你低估了某一点 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推演一下好了 如果 蔡英文这次去欧洲 这些欧洲的国家 热烈接待蔡英文 前总统 那他怎么对现在的赖清德交代 对了但是赖清德是有授权 赖清德不可能去啊 不是不是不是 因为他们其实很清楚 我们国内的 嗯 他们其实很清楚我们自己 本身政治的一些问题 所以 基于 基于这样子 我觉得他 也不太可能给蔡英文 很高的 待遇 就这么多 因为他不可能 给蔡英文很高的待遇 为什么 你宁愿得罪一个 一个前领导人 你不要得罪 现任领导人 是啦 更何况 更何况蔡英文去 去杰克 啥了不起 当年人家 连战是副总统都已经去过 连战现任副总统都去过 我们都跟着去过 所以其实 帮 蔡英文规划这个 形成的幕僚 其实应该 我觉得应该要 应该 应该要 尽量的低调啦 因为 因为一个 我们的 我们的前领导人 前领导人到 这些地方去 那 你 你接受的规格高好像也不对 接受的规格低也不对 那尤其是在 欧洲峰会的这个时间点 摆明了 欧洲的领导人都在这边 那你见到谁没见到谁 就很清楚啊 都会被 所以其实 你真正要帮你的老板规划行程 你真的不应该挑现在这个时间 去凑这个任劳 为什么因为 因为还有更多国家 要在这个时间凑这个任劳 蔡英文在布鲁塞尔的时间 巴勒斯坦也有代表在布鲁塞尔 塔利班也有代表在布鲁塞尔 不会啊 蔡英文是以色列派的啊 但是 但是我们讲 你同样的就是 大家的时间有限 但是要排要见面的优先等级 你觉得他们会先见谁 要先见阿富汗啊 先见塔利班 所以 我觉得 就一个好的幕僚的运作 其实不应该让自己的老板 在现在的这个时间点 去凑这个任劳 因为你要去欧洲 你很多时间 可以去 这是一个 再来是 我们回过头来 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胜利计划 本身 对欧洲所可能带来的影响 他是乌克兰驻英国大使 那在他在接受美日电讯报的 记者的访问的时候 他讲了 他讲了一段 我认为这是 这是一个真实 但是不合大家 预期的评估 他说 杂鲁日内对美日 对英国记者的 讲法 我念的是原本的讲法 是 他说 领土问题 并不是现在乌克兰最主要的问题 安全保障才是 你如果 他说领土问题 你跟俄罗斯之间的领土问题 你是无法谈判的 但是安全保障是可以谈判的 所以 如果我们从这一点 我们来听 杂鲁日内的 杂鲁日内的 想法应该就是 他不再坚持 因为以前 之前乌克兰的想法是 你必 俄罗斯必须要无条件 退回到 2014年之前的领土线 我们才有办法谈判 但是这是不可能 你如果 战战争对你是优势的话 你这样提 俄罗斯大韩超开心 开心死了 但是现在俄罗斯是不可能的 因为俄罗斯占优势 所以杂鲁日内说领土问题 不再是优先的考虑 而是安全保障 那 其实这句话是重点啊 对啊 所以 也就是说 最起码 在乌克兰里面 杂鲁日内这一派 已经不再坚持 割让 这个 这个问题 你可能说 太初是必然的结果 对 因为这个 你不得不 你就算不喜欢 不愿意 不高兴 不管是主 主观上面 或者是 被动的 你都必须要去面对这个问题 你不解决这个问题 你就不会结束这场战争 那 再来是 再来是 真正乌克兰想要的东西是 安全得到保障 那如何安全得到保障 才会有后面的 北约必须要邀请 乌克兰 乌克兰加入欧洲 那乌克兰现在解释 他必须要告诉 乌克兰的老百姓 我们 牺牲了这么多人 在战争里面 我们失去了这么多 但是我们得到了什么 我们并不是一无所有 我们并不是完全的 输掉这场战争 而是为我们的后代子孙 得到一个安全保障 嗯 那 那这是我们在观察 为什么我们在讲 这场战争开始要 走入下半场 要慢慢慢慢往 结束的方向 前进 那个 女生 今天 你 那个 党 有 Hair s 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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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